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诱打各位 祝福大家天天都能够操作大丰盛 就像蔡老师的名字一样 蔡丰盛 那台湾股市今天台子期结算是谁说今天要大跌的 各位 我一直跟你讲说多空无常事 如果你真的觉得有办法预测隔天涨跟跌的话 请问为什么这样的高人会出现在你面前 那是没可能的 早就被高薪聘往华尔街操盘 手上好几兆 所以你千千万万头脑要清洗一点 清洗什么 台湾股市多跟空 都是大力量在控制 我们探讨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就如同今天的大盘也没有大涨 但是你知道谁输了一屁股 各位你说多头不对 多头今天很高兴 多头今天蔡老师盘中跟你讲的 吱吱大涨 吱吱拉涨停 你知道谁输得很惨 放空的 因为今天拉的全部是破线的 所以蔡老师一直跟各位说过 不要一天到晚去挑大盘的毛病 也不要一天到晚去挑个股的苗病 更不要一天到晚只懂几项技术面 就出来闯荡江湖 这样你会赔不完 三天 只要三天你大概就三正出局 尤其这一个盘是你认为允许它能够下跌吗 各位听蔡老师一句话 就做个好人 说句好话 买只好股票 来 蔡老师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好不好 收进去 这是无价之保 我说行情总是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 只带给投资人后悔跟无奈 绝对不会给你敲锣打鼓说现阶段买一定稳超胜券 包括所有的主管机关都一样 因为你要赚钱你就要征服风险 唯有能够征服风险你才能够得到比银行定存高的报酬 有没有道理 有 所以市场上的摆弄你一定要征服它 好不好 你如果都看不懂市场上的摆弄 一天到晚只是说大跌去放空 大涨去追进 你会三天后你就离开这个市场 因为现阶段这个市场太险恶了 昨天就一大堆大户赔大钱出场 不管你信不信我证据都带来给你 所以蔡老师这边还是老话一句 不要怪市场不公平 因为当你日后变强大之后世界就变公平了 就像蔡老师在这边等着帮你一样 盘面有它的讯号 这叫做万事吉凶必有兆 你说老师出门听到乌鸦在教室不好 哪有人家欧美的乌鸦是吉兆 这是你自己在听到乌鸦 而且现阶段城市里 好像都喜鹊比较多很少看到乌鸦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股票看不懂 找蔡丰盛老师一言心帮就对了 早中晚守护着各位好不好 散户的守护者不是叫假的 是真的守护给各位 而且是非常明确的 礼拜一台湾股市是不是跌58点 各位 但是是从涨93点变成跌58点 但是也决定了就是跌58点 所以代表怎样 就是热啦 各位对不对 那周一效应跌代表这个礼拜 有没有乐观的理由 没有乐观的理由 但是呢 礼拜六要公投选举了 政策要出力好不好 因为很多的市场派大户赔得很惨 各位因为这一波 这一些市场派的大户 不是说赚个几百万离场 就像佑达问我 这赚几百万 当然他们会离场 有时候进场两三个小时 他们也会做当冲走调 对不对 但是昨天是赔了好几千万 好几亿 你知道吗 礼拜一 周一效应跌58点 对不对 礼拜二 出现了开低震荡走低 跌了168点 是喔 是喔 那我也告诉各位 昨天我打戏叫你们欢乐啦 明天就涨给你看啦 谁说明天一定要跌的 各位台子期结算一定要跌吗 但是昨天有没有杀出 有 昨天一大票的市场派大户 叫苦连天 各位 昨天外资卖了127亿 我已经说过 这是假外资怎么看的 请你去看蔡老师啊 盘中的YouTube 好不好 我讲过的东西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时间很宝贵 这是市场上最贵的节目 也就是蔡老师啊 不惜重金重本 就是要告诉你 希望你在第一时间接触到 最正确的资讯 懂了没 昨天投信 秀到风声 要护盘 涨21点 不 买21亿 对不对 也买台积电 外资卖6700多张 投信很少买台积电 竟然也买2000多张 不错 听话 下次再播委外代钞给你们 都是这样的戏码 来各位 来啦 重点是这个 我跟你讲过 融资 对不对 融资啊 是大户债用的 昨天啊 跑掉41亿 现行 破线 不好的 全部都停掉了 各位 还有的 做 多方反击的 蔡老师今天都给你点名 自援 拉长停 滑情 平盘附近 吉拉七八% 你去哪里找到这种节目 只此一家 别无分号 各位知道 今天早上12月15号 道琼 科技股 废半都一样为碟 对不对 但是一样是碟 好不好 理论上今天 不护盘不行 因为这种风吹草动 有时候压垮骆驼的 就只后面那一根稻草而已 但是骆驼 附和不了这种重量 一根稻草 骆驼一样是类似 所以今天 是不是要组织多方 反抗军 废话 一定要组织的 谁来组织 蔡老师来帮你组织 看证据 我跟优达连线10点45分 大盘平盘 去两点 是不是平盘 然后最高 最高涨到17678 涨了快80点左右 但是这17678 为什么要转折下来 我等一下再算给你 因为昨天 大跌168点 开盘价跟收盘价加起来除以二是 17677 所以今天17678 为什么攻不上去 各位 你懂 但是尾盘你不用烦恼 这个多方的一个什么 反攻是有效的 虽然量能 我认为还不够好 因为我认为今天应该要2800到3000亿 结果才接近2500 但是也不错了 一开始才2000亿而已 蔡老师逼出来400亿的量 大家加油 今天尾盘 请导播打出来 大盘总共上扬了60点 在关键性的 尤其是小摩 又来给你 讲半导体的一个四档个股不好 还能够结算涨60点 非常漂亮 但是收盘是17660 来各位 我刚刚跟你讲的 昨天大盘跌168点 开盘价17754 收盘价17599 上下引线都不用理他 昨天开盘就是最高点 所以我告诉各位 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讲说 你好神奇 能够预测高低点 不要在真的面前 讲这些大话 真的会笑掉大牙 好不好 相加除以二 17677 对不对 所以今天高点 17678 这样懂了 明天会不会过 理论上应该要过 好不好 因为这几天的压盘 让多头很不舒服 而且礼拜一大盘才跌58点 加油 好不好 因为新台币 你看美元昨天标成这样 新台币今天也没有扁去哪里 全世界真的都在看台股 台湾加油 好不好 全世界最有机会 跑得比美国股市强的 就是台股 你看连英特尔的CEO 都要来台湾朝贡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昨晚看新闻的 对不对 对哦 而且还不是住台北 听说住新竹 对不对 挺好的嘛 所以全世界都在注意台股 这一波 12月8号来到17988 波段高点 距离历史新高不到50点 差46点而已 所以大家加加油 宇宙中没有天花板 扣掉今天 台湾股市 2021年 还有11个交易日 11个交易日 今天17660 这个也很快嘛 一天涨个50点 大概用个8天就创新高了 好不好 加油 所以啊 离开地球 上风声号准 没错 我们征服了火星 下一站征服 木星土星 天王星海王星 好不好 因为蔡老师也告诉各位 其实我帮你们做的 就是你们达不到的境界 就是苦猜事啦 好不好 就是帮你了解产业面 而不是一天到晚带你去猜 今天盘要涨 今天盘要跌 蔡老师这个啊 讲大盘涨跟跌的功力 大概也是同月中的翔楚 因为你心中会有评分嘛 我盘中只有我出来跟你讲方向 其他的都躲起来 很好笑 盘后之后每个人 因为我这样生龙活虎 像大师一样 也是让我笑掉大牙 希望你真的 也不见得来找蔡老师 真的找到能够帮助你的老师 好吧 不论台股走长波还是短线震荡 你都要认真寻找会大涨的股票 这昨天 12月14号大盘跌168点 我跟你讲中飞行 产业面你们都到达不屌的一个什么 一个了解的程度 我全部跟你讲 而且昨天大盘是大跌 然后呢中飞行是跌两块 收104.5 各位对不对 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见真章谁赢 蔡老师赢 蔡老师的学员赢 来各位看一看中飞行 来 最高108.5 收盘收107 来各位 一样过昨天的高点 对 是不是 而且我昨天又讲到关键性是什么 来看一下这里 好 你看 他前三季已经赚了超过10块 年增70% 如果鼓励发放率按67%来计算 你可以留意现金殖利率 我问各位 现阶段快税末年终了 你认为法人进来 会不会以这个现金殖利率 做优先考量 你好好地去了解一下 但是蔡老师也给你 指示的够多了 我告诉各位 你要去找产业趋势向上的个股 来保护你这个短线的一个震荡 有没有 154档是11月份营收新高的 是不是 是 各位你来看看 我昨天晚上跟你讲的 5609的中飞行 是不是其中一档 是啊 所以蔡老师 讲1就1 讲2就2 绝对不会言不由衷 或者怎样 口是心非 我讲的东西你都可以验证 各位 盘中最神奇了 盘中跟佑达连线 从10点43分连到54分 对不对 10分钟够你用了吧 在10点49分 我告诉各位 今天组织多方的反抗军 反抗外资的空头就是资源 那时候多少 191 其实那时候18 189 190 当然也算了 好不好 但是你看这里 我跟你讲什么 你看蔡璋 黄丰盛 对不对 台子结算 市场自救 政策表态 扭转短空 有没有 是吧 因为那时候平盘嘛 资源 10点49分 191嘛 然后给你拉到涨停 你说老师 你这个神秘的力量 我还想用啊 人家啊 一幅世界名画来跟你讲 我还少女的祈祷 还什么神秘的力量 各位啊 这个才叫功夫啊 不是叫你去看周星驰的电影啊 这是真正的金刚夫啦 各位知道吗 3035的一个资源 今天是近期新高 大概一个月新高198 营收也新高啊 各位 我有没有在糊弄你啊 组织反抗军 难道不就是这154档 营收新高的个股吗 154啊 对不对 是吧 还没完耶 因为我不是在炒股票的老师 我跟你讲的一定是整个全面性 市场上没有人能够复制蔡老师的解盘 因为我从来不用打炒稿 各位你知道吗 来 3515的滑琴 这更神奇啦 那时候才涨4块 今天10点51分 对不对 268.5嘛 是不是在平盘附近 4号 你看哦 在平盘附近可以拉到284 错啦 是286.5最高啦 缩盘我不晓得多少 因为那也不重要 因为蔡老师跟你讲的东西 你来验证一下 就知道最高286.5 268块拉到286 我拉了18块太恐怖了 来是不是 反抗军之一的分子 当然是 又不是梁三伯 梁三伯猜108条好案 这里有154 这是加强连 加强连好像还多10个预备员 加强连144元 对不对 3515的滑琴 对不对 一样是154档其中一个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跟各位说 板卡你要留意 现阶段整个的一个板卡 是一波接着一波 包括滑琴 我跟你讲过 技嘉也跟你讲过 还有什么 维新 各位是不是 那我今天跟你讲 滑琴除了是 华硕集团 年底作战的主要标的之外 还跟你讲台积电的 也有参与盛战 它的主要标的是什么 除了圈子里面的新星 3037的新星之外 就创意 对不对 今天也是从590这边拉到602 也是近期新高 那昨天大盘跌168点 跟这些产业股有什么关系 我问各位 这不就是你要的吗 所以为什么大盘跌 你就会恐慌 然后大盘涨 你就会高兴 你也陷入了 人家操弄的什么 一个套路里 你要不要彻底的 跳多出这种程度 好不好 蔡老师在这里等着帮你 创意 12月7号跟你讲的 对不对 3443 那时候多少 568 对不对 你刚刚也看得很清楚 602了 这才是产业选股 你能够信赖的原因 对不对 蔡老师跟你讲的安吉 那时候45块 对不对 昨天拉到498 昨天大盘跌168点 他还有办法拉到498 差不到一块钱 就越过11月2号的50块6 你说今天的盘 再怎么震荡 安吉他也拉到488 对不对 是不是 很多个股都已经是 有所谓的个什么 走落的一个形态 我不要去讲走空 有时候走空 你都会做过度联想 那是不对的 走空不是代表你去放空 你去找其他 还能够发酵的多方 赶快去买进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 这几天赔萃展的是什么 除了昨天的市场派大户之外 就是今天放空的 很惨啊 你说放空破线破紧线 哇 拉长停 一次就再见了 而且你内心的恐惧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你还敢做空吗 各位 来安吉 你看营收是不是出来了 10月11月 对不对 是不是第四季营收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 要跟着产业走 你的投资才长久 蔡老师讲了这么多的东西 都放上网路啦 公开让你验证 好不好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有什么问题 你都可以啊 搜寻关键字 品封品封大中华 这是合法的投信 投顾业者 尽管会监管的 不是用个人名字 知道吗 蔡老师也没玩脸书 我也没用我的个人名字 在网路上 还教你什么玩股票 各位 你一定要了解 那个都是有心人的套路 蔡老师公司的电话 永远没有改变 公司迈入第18年 公司的代表号都没有改变 很好记 所以YouTube Lite TQ网站 我在这边等着帮助你 全世界各地的投资人 想要操作台湾股票的 直接YouTube加一下品封 点击订阅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早中晚的视频 我相信 你看一天 你就会马上来找我 所以分析过去事情没有意义 我们只需要专注在未来 明天礼拜四了 投资人的多宝格 要敲进什么股票 我准备好了 要不要帮助你 就看你要不要赶快 跟我们取得联系 庆祝公司成立满17周年 蔡老师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感谢各位的支持 蔡老师持续地给你做帮助 所以枪在手怎么办 一定要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你才不会彷徨无助 因为有蔡老师守护着你 我也祝福全球的投资人 天天操作都像蔡老师的名字一样 都是丰盛的一天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蔡老师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到一言行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 在这个佛教的禅宗公案里面 其实有一些警语 叫做说在梦里 如果你有认真的态度 其实你就输了 因为那都是如梦幻泡影 同样的在股市 如果你不懂产业面的话 你也赢不了 各位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 务实的根本 产业面 你今天要的就是 要挑一只好股票 各位对不对 当然你说做波段还是做短线 盘中的变化万千 我也希望你能够 跟我们的专业能力一样 能够准确的一个研判 不然的话 其实你也赢不了多少 各位对不对 你总要知道人家今天的文章 所以说我在那边才会跟各位说 来啦 先把蔡老师的祝福放在你心里 这更无价 比股市赚一千只掌顶板还重要 中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剩下的交给我 因为你赢不了这个市场 太险恶了 不是你不争气 而是这个盘是太阴险 再加上政府鼓励短线 对不对 是啊 所以你怎么赢啊各位 强大吧 好不好 请你跟着蔡老师这样做 可以吗 不论台股走长多或者短线震荡 你都要认真寻找会大涨的股票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也不要期待这个大盘要大跌去哪里 或者是说涨上来的话 你能够找到标谷 你根本一点都没准备 一天到晚都梦想自己能够大富贵 各位去算命吧 我相信算命为了赚你五百块 一定会跟你讲的天花乱坠 好吧 所以我跟各位说该动手了啦 你说老师这个很像 捍卫啊 任务一样 打开地板 对不对 然后枪在手跟我走 没有啦 我是说你准备好了 有产业面的基础之后 你就可以该动手了 动手什么 三个动作嘛 第一个做个好人嘛 第二个说句好话嘛 第三个就是买只好股嘛 该拉的还是这些股票嘛 各位我问你 难道法人眼睛是盲目的吗 又不是市场派 各位对不对 而且最近的盘是很奇怪 有一些根本没有产业面 跟基本面的股票也标 我也希望你有占人家便宜的 当人见好就收 因为那些股票法人不会买 后面要怎么样倒出去 那也是一门学问 但是坏的东西我永远都不感兴趣好不好 我只对好的东西我们规划一下 这样比较好 6285的起机一样是营收新高 对不对 今天收盘收78 来各位 154档之中的一档 对不对 6285 各位有没有 是吧 嘴你好好留意 这些就够你用了 好不好 我说摩根大通 我也希望这一次加油 剩下事务两天 如果正侧面 努力一点的话 把摩根大通击败 对不对 那明年1月1号 他就离开台湾市场 因为他这一次很狠 各位你看看 他这个小摩 竟然调降世界 日月光投控 利基电跟联电 而且这四档 他还讲得很烂 你看世界先进 他去动到台积电的子公司 列于大盘 然后其他三档都变中立 各位这很严重 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很严重 因为他讲完 然后给你先放空之后 然后外资大砍 都是为了这个结算而来 所以人家说的 稀稀朗朗 历来历往 全部都是为了坑杀赏户 所以我也希望你有 蔡老师的保护伞 对不对 包括联发科 今天还没有表态 对不对 心心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这边跟各位说的 抗通膨概念股 论泰新 上次被我们卖在高点 横盘震荡一个半月 是不是要动了 一切有蔡老师的指示 好不好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 跟着产业走 你的投资才会长久 你也要复制 蔡老师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 简单化就是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有什么难题 请你把握住 蔡老师释放出最大的诚意 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你只要跟上来 跟上来 跟上来就好了 因为我衷心的希望你 祝福全球投资人 有操作台股的 天天操作都丰盛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佑达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垂解分析 知识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终要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Zither Harp